8月27日,满载防疫物资的货车从中国云南省滕冲市侯桥口岸出境前往缅甸。 这批防疫物资由中国捐赠给缅甸客亲帮,总价值155.5万元人民币。 近期,缅甸疫情防控形势严峻,缅甸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遭受严重威胁。 作为守望相助的包拨兄弟,中国外交部通过中缅边境管理与合作协定会晤机制渠道, 向与中国毗邻的缅甸客亲帮、善帮提供防疫物资援助。 据了解,上述物资由中国外交部委托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转交。 缅甸驻坤总领事多达昂接受物资捐赠,防疫物资为缅甸抗疫带来了希望之光, 从物质和精神上都为缅甸抗疫提供了巨大支持, 体现了中缅传统友谊,让中缅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。 多达昂对中国政府雪宗送炭表示感谢。 截至8月27日,缅甸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三十八万三千五百一十四例,死亡病例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例。 为积极帮助缅甸早日战胜疫情, 中国对善邦的援助物资也将于近期从瑞丽市的陆路边境口岸送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